此前听凌华吕斯提起阁下 不料公务繁忙 直至今日才有机会相见 神里家家主 神里灵人 今后请多指教了 好像忘带什么东西了 算了 等想起来的时候 再拆人送来好了 暗线已经布置妥当 嗯 差不多该收网了 一想起家臣们一脸焦急 却又不敢开口阻拦的样子 就忍不住觉得有趣 出来走走是不错 暂且先避下雨吧 不必着急 很快就会有人来送伞了 凌华自小害怕打雷 直到家母告诉她 雷声是大狱所大人的倾诉 从那时起 每逢打雷她都会神色专注 仿佛这样就能听懂 大狱所大人的言语 如今的雪季 与多年前的那场雪 并无二致 能悠闲晒太阳的时间可不多 有些突发情况 看似细笑如微风 却会影响到最终结果 哼 大多数人会因为大风迷眼而止步不前 只有少部分人 能够借势而为 早上好 清晨事宜练剑 放松身心 我一般不会让人安排公务 如何 要过上几招吗 午饭如果有偏好的菜色 提前和家蒲说就好 你是我的贵客 他们也应对你尽心尽力 既然在这个时间点找我 不如留下来吃晚饭吧 到洗漱的时间了是吧 你先下去吧 我还不困 嗯 是你 我最后再整理下今日的公务便好 你也早点休息 万事皆有代价 既然寻求常人无法企及之事 那就必然付出世人无法想象的代价 我并不是拘泥于手段的人 无论采取怎样的方式 只要能够取得合适的结果就好 哼 我听说了你们在天岭凤行那边发生的去世 能让九条老头气得掉头发的人真不多见 只可惜 没有亲眼见证这一幕 信任他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特别是对于位居高位的人来说 一旦错付了 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算少见 不过 你已经给了我信任 那我自然也不该辜负 既然有神之眼这么方便的道具 自然是要好好利用了 能在我的手中像这样焕发光辉 他也是高兴的吧 将落花头晕暖炉之上 在炉火的炙烤下 花会短暂地恢复生机 最后一刻的红烟 更是压火光一筹 倒也没有枉费短暂的一生 说起宠物的话 嗯 我更喜欢狗 猫自我主义的特征是不错 但只有狗 会乖乖听从主人的命令 忠诚而又坦率 真是惹人喜爱啊 我相信凌华的能力 但我也希望他能够保持一颗纯粹的心 权力斗争他不必参与 人世阴暗他也不必直面 这些理应由作为兄长的我 来一一扫清 不小心说太多了 就当是你我之间的秘密吧 托马对神力家的忠心无庸置疑 很久以前我曾试探过他 如果不想往后被卷入无尽纷争的话 最好早日离开 他却还是留了下来 一直跟随着神力家 让我也省心不少 现在我完全信得过的人很少 托马算是一个 他平时看起来是懒散了点 但在适当的时机 却总能给予重要帮助 你应该再清楚不过了吧 那位为人爽朗的烟花店店主吗 嗯 他和神力家往来还算密切 他和凌华年龄相仿 也很投缘 凌华恐怕也不会因为 他的快人快语而困扰 毕竟凌华那孩子在小时候 就能坚定地守住本心 为了追求永恒 将军大人 以及整个到期 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伤口需要时间来愈合 作为政局的调和者 我必然会尽到我的责任 公司大人于神力家有恩 可他却一直不太看得惯我 恐怕你没少听他那小子那小子的称呼我吧 由于业务交集 我们偶有碰面 虽说大家各怀心思 但工作起来也称得上融枪 我并不讨厌这种感觉 嗯 与聪明人一起办事 效率就是会高得多 况且就算他再讨厌我 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我 就没人能实现得了他那些奇思妙想了 九条老头打得一手好算吧 魔力出了一柄利剑 只可惜 他没有算到 自己做不起这位执剑人 风元家曾是神力家的下属 神力家的先祖当年未能保护他们周全 到我这里仍有义务照顾他 虽说无法助他重振家业 但帮他逃脱天灵奉行的追捕这种事 还是做得到的 那家伙实在是个有趣的人 让温顺的鬼兜虫相互争斗 有意思 虽然那次点拨时则是不经意之举 但没想到的是 他竟会直接与我成兄道弟 而且时至今日都还没发现 我这位灵人兄的身份 这样也好 我并不讨厌单纯的人 李月七星中的那位天权大人 嗯 他的手段我也略有耳闻 说来我还收藏有一套限量版的李月千年 你感兴趣吗 我差人拿出来 我们下一盘如何 我的事情吗 有时候知道的太多不一定是好事 你应该也听说过类似的谚语吧 下次有机会再聊吧 嗯 品味奇特 看来你对我有什么误解 我得澄清一下才是 多数时候 我只是喜欢看人脸上为难的表情罢了 难道这很奇怪吗 你应该也没少逗你边上的小家伙吧 三缝行之间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 实际上却按照涌动 和那些老家伙们周旋 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不值得细数 你只需知道 昔日是为了沈李家的稳定 今日是为了到期的大局 我从未行有愧于沈李家家主之名之事 钟莫藩吗 可你说说大有无妨 那是只属于沈李家家主的一支秘密不对 家父去世后便由我接受了 我不能直接出面解决的事情 有了钟莫藩就方便不少 里面的成员大多是孤儿 从小就被组织收养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证忠诚 也能让人放心 除了钟莫藩以外的地牌 自然是有的 狡兔有三窟 更何况人呢 只是我的秘密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该来听听你的故事了吧 哦对了 在提瓦特大陆上旅行的部分就不用了 说些更久之前的吧 爱好 小时候倒是略有一二 不过如今公务占据了大多数时间 不提也办 你说有人把公务当成爱好 这可真是 嗯 独特啊 烦恼吗 如果一件事绕烦恼 那就得尽快处理好 如果一个人绕烦恼 新奇的事物能给枯燥的日常生活带来新鲜感 最近花剑板那边新出的十斤奶茶就很不错 你也该试试 不过日常饭菜上 我没有什么偏好 每日用餐有专门的下属制定计划 对方端了什么 我就吃什么 差不多可以告诉我你的口味了吧 嗯 原来是这样 嗯 我记下来了 下次被问起的时候 我也回答这个吧 啊 盐河堂弄错了 咸的水馒头 嗯 也行 给托马吃吧 生日快乐 让你体验一日射凤行如何 哦 供我提前处理完了 你只需要享受权力带来的乐趣就好 有我陪在你身边 料想家臣们也不敢说什么 哼 放心吧 能力提高了 哼 那可真是好事 力量这种东西 果然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安心 哼 有些人怕是要寝室难安了吧 坐上家主职位以后 我少有松懈的时刻 有你在旁的这段日子 却有些奇妙 嗯 就好像在 晒太阳一样吧 藏流水影 剑影 秋水三尺 哼 安息吧 神里流 水又 对你有用便好 原来你需要这些吗 嗯 智蓝还行 真是有趣 那么 我也认真起来吧 哼 不知鹿死谁手呢 百密中是有一书吗 花舞 百日红 世事无常 不过如此 不自量力 哦 是邀请我去散步吗 那么公务 就先放一边吧 哼 雨晶节目 咱们 咱们 都